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垂直对齐原理 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在编写网页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文本对齐 对象对齐 对不对 对齐一般分两种 水平对齐 还有垂直对齐 咱们上期 我给您讲解了 大概演示了一下水平对齐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垂直对齐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vertical line垂直对齐 是个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我把网页垂直对齐的方式 给您大概罗列了一下 咱们看一下 第一就是基线对齐 第二顶端对齐 第三下端对齐 然后第四中端对齐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基于像素的 基于baseline的像素的 可以微调对齐 有这么多种对齐 都是什么意思 一般人都不可理解 什么叫基线 什么叫顶下重 我给您做了个示意图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就是个示意图 我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上上期 咱们讲字体的大小 还有line height 叫做包括鱼白的行高 对不对 我把这个行高给您列出来 大家请看 从上往下 一共有几条线 大家数一下 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四条线 五条线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分别讲解一下 首先说 如果我想做垂直对齐的 top对齐 咱们再回到我这课件 大家请看 咱们从这讲吧 从基线对齐开始讲 我想做基线对齐 什么叫基线对齐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字体 对吧 我的字体下面 这有一条红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条红线 这条红线就叫做基线 因为这个基线 是按照英文的书写方式 比如这个小Y 小G 它都会往下 不要包这个P 它都会往下写 那么咱们的基线 咱们学过英文都知道 咱们基线不是说 针对一个字体的最下线 而是针对于这条线 这个叫做基线 那么咱们基线对齐 就是针对于咱们字体的 这条线进行对齐 叫做基线对齐 好 咱们第二个 看 TOP 顶端对齐 什么意思 比如这是一个文本 中间咱们插了图片 怎么叫顶端对齐 就是TOP这条线 就是最上面这条横线 大家看到没有 这条线叫做顶端线 TOP线 咱们基于这条线进行对齐 一会咱们会看到实际的例子 接下来 BOTTOM 下边对齐 下端对齐 大家请看 BOTTOM这个地方 最下面这条线 这条线可不是字体的最下线 而是包括余白的 行的最下线 这条线 基于这条线能够对齐 另外 还能够进行中端对齐 MIDAL 中间 对吧 这是什么 这就很简单 这整个行高的中间线 大家看这条虚线 这条虚线就叫做咱们整个行的中间线 MIDAL 咱们基于它也能够对齐 接下来 还有基于BASELINE的上面条像素 往下做微调像素 基于BASELINE BASELINE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是吧 这条线叫做BASELINE 基于这条BASELINE 可以上下微调像素进行对齐 OK 这就是垂直对齐的原理 有的朋友说 我不懂 听得云里雾里没关系 咱们马上实战 一看例子 您就能够马上明白 好 我这马上建例子 index 然后我拷贝上index里面说的内容 这个index里面只有一个自然段 这个自然段 就是咱们说的航高什么 我都设好了 同时 这个自然段里面 我加一张图片 然后我让这张图片和自然段 进行上下对齐 看我是怎么做的 稍等 我再建一个style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style里面 我现在先不加任何的内容 咱们先运行 看一下我目前这个网页显示出来的效果 另外稍等一下 大家看这地方 我呢 引用了一张图片 因为我要做 给您演示垂直对齐 所以我就做一张霸点拼致图片 这图片就这个位置 那请看 叫做hello 就这么一张图片 背景色是pink 是这个粉色 好不好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咱们当前没有样式单的效果 go 今天是第十课 好 注意看 我点index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的自然段 然后呢 这边是一张图片 然后呢 这个自然段 大家请看 我默认的话 它是按照什么对齐的 我看我网页怎么放大一些 大家请看 它默认是按照什么对齐的 对 它是按照这条线 进行对齐的 对不对 是按照基线对齐 默认嘛 是基线对齐 好 那咱们回到咱们的课件啊 它默认走的是这个baseline 基线嘛 对不对 然后咱们加上各种各样的样式单 首先 我先加上这个p的样式单啊 好 运行看一下结果 邵总把他调小一些 175 150吧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个字体呢 稍微做一点放大 大家请看 现在我的这个图片 相对于我的这个自然段 是什么对齐 刚才跟你说 是基线对齐 是个d4h这个最下端 进行对齐 没有问题吧 好 然后呢 咱们调整它的对齐方式 试试 我把这个image考过来 目前大家请看 我的image是什么对齐 垂直里面的基线对齐 这是呢 默认值 所以说呢 我就能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我 F刷新的话 没有变化 没有问题吧 因为它默认呢 就是基于基线对齐 接下来 做了啊 接下来咱们要做 大家请看 top顶端对齐 试一下 看看什么结果 我拷贝过来 我先不运行 咱们先回到 我的示意图 top对齐 是怎么对齐 是这个自然段 还在这 但是图片呢 要基于上面这条 top线进行对齐 对不对 好 试一下 看一下结果 看对不对 我这是top 马上运行 追 F5 大家请看 它这不上来了 这就是top对齐 垂直里面的top对齐 同理 bottom对齐 下对齐 实验箱 什么叫下对齐 马上看结果 对 稍等我先回到示意图 bottom 这个条线对吧 下对齐 没有问题 看结果 追 F5刷新 下来了吧 这个就叫做下对齐 垂直的下对齐 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对齐 中线对齐 对不对 middle 拷费过来 注意看 中线对齐 是个什么意思 这就很简单了 这个指的是 整体航高的中间线 没问题吧 整体航高的中间线 middle 好 马上运行 看结果 追 整体航高的中间线 go 大家请看 整体航高的中间线 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现在没法在这个屏幕上 给您画线 那这个图片的 也是中线 和这个整个 自然段航高的中线 进行居中对齐 没有问题吧 这个图片也是中线 对吧 然后这个自然段也是中线 所以您看起来 这个正好是上下于白 几乎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最后 最后是什么 是基于这个 BaseLand的上下调整 我要给像素 那咱们默认 先给零像素 默认给零像素 是什么意思 默认给零像素 代表基线对齐 对不对 好 刷新 看一下 go 又回到这了吧 就换句话说 我是基于基线的 偏移量为零像素的位置 那就是基线对齐 对不对 OK 那咱们变成10 看一下 注意看 我变成10 会有什么结果 注意看 go 它是由基线开始 向上发了10个像素 没有问题吧 这就叫做咱们可以微调 同时 这还可以做成复制 好 再看 基于基线 向下调整 没有问题吧 向下又调整了 大概10个像素 然后咱们再恢复成0 它又回到了基线 OK 这就是CSS网页当中的垂直对齐的原理 不知道我给您讲明白没有 如果还是觉得有疑问的朋友 没关系 您把我的例子下载下来 您自己实际运行一下 就能看到和我一样的结果 我相信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我的代码会放到开源中共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会传到YouTube 或者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